欢迎收看台积户城河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投资高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 在第一张图就直接问你 今天台积电跟世界先进都是上涨收高的 那在这时间点 请问你喜欢哪一档股票 请问你应该要买进哪一档股票 投资朋友台积电世界先进 这两间公司哪里不一样 这两间公司是什么关系 这两间公司的未来 投资朋友你有没有搞清楚 一样是半导体晶圆代工 一样是怎样 台北股市 一个是怎样 上市的护国神山 一个是上贵的怎样 全职股 投资朋友 今天这第一张图就直接问你 请问你喜欢哪一档 请问你要买谁 好投资朋友 基本上在对这两间公司的走势 请你用这一张图来怎样 想一下 这是台积电 这是世界先进 台积电的股价在这个地方你看一下 它有没有跌破7月的低点 7月份的这个股价的低点 答案是有的 因为这条虚线画得很清楚对不对 蓝色的这条虚线在一个这个地方就跌破了 好那跌破之后呢再拉起来了 那这个地方最低点大概是551块左右 这个地方的最高点 哇投资朋友 这个时间点 1234567891011社 短短11个交易 短短11个交易 这个涨点这个涨势涨幅对台积电而言是非常非常凶猛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基本上呢这当然是这政府基金的杰作 这我们就不用多做解释 但是你看一下世界先进呢 世界先进 自己看一下 这是7月份的低点 它在这一波下跌的这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它有没有跌破 感觉上没有对不对 因为它每天都留下影线 留得非常的漂亮 在这个地方用眼睛看 用眼睛看就知道 没有跌破这7月份的低点 那上涨走高涨到这地方173块 这个地方接近100块左右 这个地方是173 自己想想看 这两间公司的走势在这一波哪里不一样 你很清楚的可以用眼睛看得到 就是这一条线 好那讲到这地方 答案应该有了 我再给你我自己的意见 第一个你买进一间公司 叫做台积电 你所要付出的成本一张是超过60万 那你买进一张世界先进 只有100多块 你买在这地方大概170块左右 是17万左右 那你买一张台积电可以买几张世界先进 台积电在这一个月中 9月16号就要除息了 原本是除2.5元变成除2.75元 多了这0.25元 你自己再思考一下 如果你买的是世界先进 那在同一个时间 在未来的时间会不会报酬率比较高 这是你必须要思考的 另外一个世界先进 跟台积电到底哪里不一样 一个是怎样 现阶段的怎样 晶圆代工制成技术非常的凶猛 从5奈米5奈米plus 4奈米3奈米未来的1奈米 可能都出现在台积电身上 但是在世界先进身上呢 你看到是什么梦 你看到是什么技术的梦想 同学们自己好好的思考一下 好了在上个礼拜五告诉大家 你想要反败为胜 你手中有这海运股的 有长东海运 这个旺海运 阳明海运 想要反败为胜 我有五档股票给你 你非买不可 为什么 因为这五档股票可以让你这样 反败为胜 而其中一档就是这一间公司叫做世界先进 他今天股价强涨了 你会说老师你是不是 他涨了你才拿出来讲啊 好同学们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朋友的话 你早就听过我在讲世界先进 过去我曾经盖牌的其中 也有一档叫做世界先进 这间公司世界先进股价涨到这地方 我还是告诉你他是怎样 你非买不可的五档标的其中一档 同学们 你不会觉得很怪 为什么 因为就是看好 那为什么可以持续的看好 当然答案叫做什么 成熟制成的技术 怎样 他可以让世界先进的 怎样 股价 继续的往上走强 为什么 因为你今天听到外资调高他的目标价 有没有 哇 调得非常高 对不对 台积链呢 当然调得更高了 超过1000块 这个基本上我会告诉大家 这目标价随便都可以喊 那只不过外资的报告 好像写得比较漂亮 好那不管怎么样我会告诉大家 你自己要思考的是你买一张台积电跟买 世界先进哪里不一样 自己要思考一下 好对于这个世界先进的股价呢 我们就不用太多做这个解释 那我们只要告诉大家 世界先进 好在今天的走势跟台积电一样都是留了上引线 而在这个时间点放出了这个成交量 你应该怎么办 你想要买 标的我就给你了 但是你知道 什么时候切入最好吗 但是你知道你的交易策略应该怎么买才好吗 好同样 一样叫做好我们 我们来讲好了 假设 分批买进 四个字 你的分批买进 跟我的就会不一样 你的分批买进跟别人的不一样 同样这叫做什么 交易个性 这就是交易个性 而你在股市上面的交易个性将会决定你在股市是赢家 还是输家 对这一点 我不用多做解释 因为这要讲出来的话这时间太久了 那我讲不完 我只会告诉大家在这个时间点的这个世界先进你到底应该怎么切入 在这时间时间点的台积电 你还有什么理由可以这样让你再去加码买进 还有什么理由可以让你再去加码买进台积电 同学们 自己还好的思考一下 自己还好的思考一下 好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又没有切到 OK 好来 切一下 这一支股票叫做这个台积电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没有 图没有切到 好这个股票叫做 世界先进 没看到 来看一下 这个股票叫做世界先进 世界先进 今天的这个股价 在流上一线 那今天的台积电的股价也是流上一线 而这两间公司 这两间公司 我们在讲的是 投资 的成本 投资的怎样 效益 那你自己好好的思考一下 这一段 大涨了 那世界先进 这一段也是上涨的 虽然感觉没有台积电这么凶猛 但是事实上那股价是相对的 比台积电更为强势 好那我们现在都不讲了 那直接告诉大家 结论 就请你自己来决定 结论就是什么 就是你到底要不要跟我一起来反败为省 我说了 我公开的讲了 这是其中一档 如果你会说 老师你是马后炮 看到世界先进 上涨的才 怎样 才讲 好那我告诉你 这不是我的原则 这不是我的一贯的作风 我绝对不是马后炮 好吧我绝对不是马后炮 好对世界先进 这个问题就交给你自己了 那现在有另外一间公司 另外一支股票叫做什么 3714的富财 3714的富财在这一天 这一天是什么时候 就是今天 今天的股价是下错了 3.1% 今天股价是怎样收盘 收在这个74.2元 那请问你这一档股票 你会买吗 请问你这一档股票 从挂牌之后就没有太多的表现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K线图 这是3714的富财 富财的股价是涨这个样子的 你看一下从他挂牌之后 就股价就往下回落 再往上拉起来 到现在整体而言 有没有表现 有没有太多的表现 有啦 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有杀过才有表现 那请问你这一档股票 你会买吗 这样的股价陷入 你敢买进吗 敢吗 你自己好好的思考一下 这是3714的富财 好了我们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就直接告诉你了 这个富财的股价有什么好的 在上个礼拜我告诉大家 联发科的股价 逆势怎样下挫 在今天 联发科的股价怎样 继续的下跌 跌幅跌点 都怎样 比上个礼拜五还多 看一下这个新闻 miniLED不香了 山安光店遭到大基金减辞 还有这几家公司 躺枪 看到这个讯息这个地方很简单 一看就知道这大陆的财经新闻 中国大陆的简体制拿出来用了 那你怎么解读 他直接告诉你什么 miniLED不香了 这看起来就感觉怪怪的 为什么因为这跟3714的富财 有关联 miniLED microLED 我在节目上面都跟大家讲过了 而这个是经典 投资朋友 你看到这个新闻你觉得 富财你要不要买进 不敢买 不想买还是不要买 投资朋友 我只会告诉大家 这个新闻信息绝对对富财不是利空 你必须要怎样 看清楚我所说的这几个字 敌人情势转差 对我们当然叫做好事 山安光店 山安光店 到底是哪一间公司 什么样的公司 是哪一个产业的公司 都让你去想一下 过去他压着我们台湾的LED厂 现在他怎样招到大陆的这个大基金怎样 减持啊 不看好了 这间公司完蛋啊 最好了 有没有 这间公司最好挂掉 有没有 最好这间公司完全倒闭 有没有台湾的LED厂就发了 好投资朋友 再讲一次 敌人情势转差 对我们当然是好事 所以 富财 你敢买吗 你要怎么买 投资朋友 再看一次他的K线图 他的K线图长成这个样子 你敢买进吗 你会买进吗 从挂牌以来 股价就没有太多的表现 从挂牌以来 这个从隆达跟金电合并 挂牌以来 股价就是怪怪的 财务报表丢出来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呀 那接下来到底这个miniLED microLED 到底怎么样 好像这样 有一个 样子 又好像没有一个样子 苹果到底能 support多少也不知道 你看一下这次股票 3527的这个 巨基 股价 从这一个地方100多块直接上涨到200多块 这地方是270块左右 在过去我跟你 跟你讲过这一间公司它是 所拥有的 技术制程非常的不错 microLED miniLED的这个 良力率 在驱动IC的良力率高达99.9% 投资朋友 如果驱动IC是怎样领先 未来 表态的话 那后面的怎样 下游供应链当然就要跟进啊 除非这一段就是恶性炒作啊 除非这一段就是怎样乱搞啊 要不然 要不然 下游怎样就要跟上去才对啊 那你自己思考了 好吧我就不多讲了 好我只会再送你一句话好吧 敌人情势转差 对我们当然是好事 就请你记住这句话 好来看一下这次股票叫联发科 我说过了上个礼拜五呢 他的股价是 下跌的下错14块 那在今天的平民媒体就直接告诉大家中低阶级这个5G智慧怎样 智慧机孔掉价 听起来念起来就有点不顺但是 这样 念完就知道是这是利空 联发科遭到怎样降频制中力 那今天的股价是怎样下跌的 下错的 今天台北股市有没有太多的表现 有找盘有表现 但是你看他的找盘 还是在平盘之下的 对联发科的股价下跌 如果你用这一个新闻来去怎样 简简解 解读分析 我只会告诉你那叫做什么 表面上的 这表面上的这个问题 这没有问题 就是这样的看法 其实也没有太多的 这个瑕疵跟问题 因为逻辑是通的 但是 我会告诉大家 事实上联发科的下跌跟中国大陆 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所有人都在讨论 怎样 第三代的半导体 现在所有人都在讨论 中国大陆要怎样跨路 怎样 世界强权的半导体世界 这个领域 中国大陆到底能不能拿下来 如果你是我影片的粉丝 如果你是我节目的粉丝 过去我们曾经都说过了 对于这个角度来讲 我只会告诉大家 碳化系 淡化家 这比宗旨怪怪的 碳化系跟淡化家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方向 日本政府是怎样 资金重压 学者都已经说了什么 这叫做法国的学者 他说 中国大陆的半导体 产业遇到困境的时候 是台湾战略优势 这个时间点的新闻信息是4月份 4月底左右 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投资人而言 是不是 不知道的事 是不是新鲜的事 当然不是 因为这叫做旧文 但是投资朋友 他却是持续一直在走下去 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怎样 他的大资金 大基金一直在退出半导体 世界 为什么 因为他在 花大钱去搞 在花大钱去怎样 发展 都还是逃不过美国的所掌心 都还是逃不过日本 怎样掌握关键 技术零件 这个这个手掌心 美国加日本 卡住了 中国大陆 而中国大陆人称为叫做卡脖子 不管是现在的半导体领域 还是未来第3代半导体领域 虽然 中国大陆怎样 吉利的怎样 在推出他的 这个专利 但是 我会告诉大家 如果美国 日本持续的连锁下去 中国大陆还是怎样 逃不过 美国的手掌心 所以 当中国大陆 再怎样 往前进 走不下去之后 开始 掉头回头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台湾的机会 这就是我们台湾怎样 最大的优势 过去一段时间我一直告诉你 半导体 半导体 你偏偏要去买海运股 钢铁股 海运股有没有让你赚钱 有 有一段风光的时间大赚了 但是海运股有没有让你赔钱 有 因为你只知道要买进 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卖出 爆到现在 你是怎样 赔掉大钱的 投资朋友 你开心了一阵子 但是 到现在 你的投资的 股市人生 是赔掉大钱的 这就是海运股 这就是海运股 然而我一直告诉你 你必须要把你的怎样 投资的怎样 眼光 资金 摆在台湾的半导体身上 你都不相信 经过了几个月之后 到现在你才要怎样 才认同我 来得及吗 到现在你才要说 原来这个市场有一个老师 一直在看虽看坏 海运股 一直在告诉大家要卖海运股 投资朋友 来得及吗 来不及啊 当时如果你相信我的 在7月6号 7月7号 7月8号 那时候我叫做帮助你 到现在 你看到我的节目的时候 你是怎样 你会觉得说 这个老师在唱衰你 投资朋友 我在拉你一把的时候 你没有感觉 到现在你才要想说 原来我赔掉大钱了 不知道该怎么做的同时 投资朋友 我还是告诉你 台湾的半导体的股票 你必须要 有 必须要有 你不要告诉我说 是我海运股可以买 这样10张20张30张 这个 重压200多块300块 照买 有没有 没有300块 200多块的这个海运股 照买有没有 30张40张50张都压进去了 结果你手上一张 半导体的股票都没有 一张联电都没有 世界线线一张都没有 台积电一张都没有 好 这样就很奇怪了 那其他的 这个半导体的这个股票 中美金也没有 合金也没有 加金也没有 那跟这个太阳能相关的产业 缩合你也没有 帽迪你也没有 通常 绿电 绿能这一块都跟半导体有相关的地方 你也没有 就很奇怪了 好那我只会告诉你 你必须要怎样 把一些资金移出来 到其他电子股身上 而在电子股上面 当然 还是有分 怎样 不同时期涨不同的股票 那类股 都会轮动轮涨 但是请你一定要记住 半导体就是怎样 主流 就这么简单 好不好 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是台湾半导体制成的市占比重 你自己来看一下 这是美国中国台湾南海日本欧洲跟其他 GTIC在美国是这样 5% 中国是4% 台湾11% 南韩 44% 日本是这样 20% 欧洲是4% 其他是2% 我很快的念完 请你用眼睛用力看 你就可以很快 这样感觉出来了 小于10奈米这个罗基IC在美国制成的市占比重0 中国大多是0 台湾占了92% 南韩8% 日本这个地方都是0 那这10奈米到22奈米的这个罗基IC 那你自己看一下 在美国是占了43% 中国大多是3% 台湾28% 南韩呢 5% 日本 欧洲 这个地方自己看一下 28奈米到45奈米 6 19 47 6 5 4 13 大于45奈米的罗基IC 9 23 31 10 13 6 8 同志们 念 很快你应该要看得很快 对于台湾而言 你可以看得到比重在10奈米以下 罗基IC 怎样高达90%以上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南瓜全球最高阶的制成的 怎样 订单 哪里进来就92% 台积电就是护国神山 为什么 因为南韩只有8% 好了再看一下这个地方 10奈米到22奈米的这个罗基IC 台湾占了28% 这个地方掉得很快 但是你一定要搞清楚 在这个地方高阶制成 台积电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他的 工厂技术 他的营收来源 放在这个重心这边 不为过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 这是啥 台积电跟三星在抢战的这一个市战 这个技术 但是到了10奈米到22奈米之间呢 这个28% 他分出来就有台积电 联电 世界先进 或者其他的这些 公司 那美国占了43% 那南韩呢 只有5% 你看一下 如果这边都是叫做三星的话 这边有两间公司 叫做台积电跟三星 那台积电当然是 Number one 但是在这地方28% 拆分为三间公司 你觉得台积电比重会很高 还是很低 答案叫做比重低啊 要不然他的代工技术的这个报价不会比联电还 这样 便宜嘛 对不对 好 那一样的 28奈米到45奈米呢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哦 那这边有三间公司在分 一样是台积电 世界先进 联电或者其他的这间公司 然后 其他的不讲了 好那总言之 一样的 你认为在这个47%里面台积电 会不会拿很多 还是不会对不对 那比重最多的还是谁 世界先进跟联电这两间公司嘛 好那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怎样 你自己怎样可以感受得出来 台积电联电世界先进哪里不一样 好那 营梭来源 哪里不一样 那他的挑战者你可以看一下 美国中国大陆南韩日本跟欧洲 挑战者 挑战者 28%跟47% 感觉上28%这个地方有没有 有美国在挑战 47%这个地方 28奈米到45奈米这边 感觉上挑战者是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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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好像是中国 又好像不是中国 总而言之还是怎样 有一段落差 因为这个叫做 47% 一个叫做 19% 而已 投资 那15奈米之上呢 大于15奈米呢 也是一样 台湾在这个 技术制程上面 感觉上是怎样 手要握 握紧一点 拳头握紧一点 对不对 厉害厉害 所以 在这个 半导体领域 在半导体的世界 你自己 你自己 好好的思考一下 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是怎样 扩抗 就是这个美国高通 今年的股价表现的并不是这么的厉害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边就是 2月份 这个地方是1月份 那12月 从12月上涨到1月份 之后在2月份震荡之后再往下回落 那全年 2月之后的走势就是 差 就是 烂 好了如果我们对造成这个中国 这个台湾的这一个联发科的话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眼花科的股价在今年的走势 这个 房太大了 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1月份 有没有上涨 2月份 有没有下跌 有啦稍微涨 这个涨一下 我们2月份再过年 往下滑落之后呢 3月4月5月 有没有再创新高 再创高峰 有啦 再杀下来 同时 对照 扩抗的走势 你觉得哪里不一样 很明显的联发科是怎样 占上风 很明显的联发科占上风 好了 对于这一个问题 那我就会直接告诉大家 我们刚刚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中国大陆 虽然是怎样 持续的怎样 发展了半导体的怎样 第三代半导体的技术制成 但是他有很多的资金是怎样 开始撤离 开始离开半导体的投资 这你必须要 留意 这你必须要这样 关心 这你必须要怎样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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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赚钱的机会 就在这地方啦 好不好 如果你听不懂 看不懂 那我也没有办法啦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大厂导入 Risk 5 金星科张光 懂得没有 过去当金星科只有100多块的时候 110 120 130的时候 当时我带我的会员去交易买进的时候 好我说过了 Risk 5 这个 半导体的这个什么 设计 晶片的这个设计 他就缺乏了什么 大厂的这个support 后面就有没有 少了大厂 少了苹果 Intel 高通 这不管 当时我们就用苹果来讲 好那当时我就直接告诉大家 如果有一天苹果说我要 需要这种晶片的时候 你觉得会怎样 会怎么样 好 这感觉就不一样了 好 这就感觉就会不一样了 所以在这时间点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中国大陆在想要集企职 半导体 制成的技术上面 他其实是怎样 快速的导入 Risk 5 而在Risk 5的这一个 方向上面 中国大陆其实有很多厂商 做得还不错 其实有很多厂商怎样 技术跟金星科差不多 所以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请你要特别留意下 我们就不讲了 总而言之 这金星科这一间公司 那如果受到Intel 苹果跟高通 怎样 来support的话呢 那未来 未来当然 这个方向 大家特别的留意下 好这只股票叫做万海 今天的股价是怎样 下跌的 下跌11 下跌11块 4.9% 好那在这只股票呢 是这个阳明 他的股价今天是下跌的 7.5元 下跌这个跌幅是6.2% 这只股票是长龙海运 下错的这7.5块 跌幅是5.9% 这三间公司叫做什么 海运股的 货柜 三雄 在今天台北股市 怎样震荡 冲高的同时 你有没有感觉上 这三间公司的股价 其实都是弱势的 在台北股市 往下回落的时候 他们怎样 一样是沙盘的 一样是怎样 有卖压的 同时我再讲一次 这故事我已经从上个礼拜 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他的股价就是相对大盘弱势 他们的股价就是怎样相对大盘弱势 不管是江波图 不管是技术线路 我讲的是日K线 对照 都一样叫做弱势 到今天 还有人想要去当冲 海运股在尾盘出现了怎样 当冲的卖压 在尾盘 阳明海运也出现了一些 当冲的卖压 长龙海运还是一样有当冲卖压出现 同时你为什么会想不开 为什么会离不开海运股 只因为你过去当冲赚过 长龙海运的钱 只因为你当冲 赚过阳明海运的钱 只因为当冲万海 有没有 火风 风生水起 有没有 同时 但是过去过去 过去就过去了 现在你手上的股票已经赔钱了 你现在还要执迷不务 再用另外一笔钱去当冲 再去做价差 再去做交易 自己思考一下 好不好 不要说我每天都在告诉你说 你要 赶快离开海运股 你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叫做什么 红海的股价 这张图叫长龙海运的股价 红海的股价今天是怎样 111块 长龙海运的股价是118块 请问你相差几块 请问你在过去两个礼拜 长龙海运是不是在140块之上 两个礼拜之后 他只剩下118块 越来越接近红海的股价了 请问你 这支股票 阳明海运 今天113块 收盘价已经要怎样 小于红海了 我过去一段时间每天都告诉你 你就不相信 现在已经快要实现了 阳明海运已经怎样 插 红海两块钱了 那你觉得长龙海运呢 如果阳明跟长龙都会下跌 你觉得旺海会怎么样 股价伦理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朋友 你就一定会在我的盘中影音讲 听过我在讲 什么叫做股价的伦理 如果阳明长龙没有怎样 被低估 那我会告诉你 万海的股价不会跌 那如果阳明长龙海运怎样 好 同学们 我们讲颠倒 如果 讲颠倒 讲颠倒 如果阳明跟长龙海运的股价没有被低估 那现在万海海运的股价是怎样 就是怎样 贵 这是股价的伦理 这间公司的股价 凭什么比阳明还贵 凭什么比万海还贵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投资人自己思考一下 如果你真的要找解答的话 我只会告诉你 筹码好像比较 好一点啊 因为大股东在这地方没有杀出啊 好了 谁会开第一把枪 谁会开 如果万海砍下去你觉得是谁先砍 投资人自己好好的思考一下 我都不多讲了 那总而言之 这个股价的变化 我已经提醒大家很多次 很多次 很多次 几乎每天都在跟你讲了 你想要反败为胜 扬明海运 长龙海运 万海海运 或者是其他的海运股 钢铁股 投资人家 我这里有非买不可的五档股票 这五档股票 刚刚我已经告诉你 第一档是什么 世界先进 另外四档呢 另外四档呢 你敢不敢买进 你会不会买进 投资人家 你自己好好的思考一下 台北股市在今天怎样 砂尾盘 你自己看一下 我们时间不多了 赶快看一下这大盘 在这个砂尾盘 有很多人会说 老师 台湾疫情又严重了 就是收完盘 就发现什么 某某又自圆又重了 什么 老师又传染给小朋友 又怎么样又怎么样 还有一个家长 对不对 同样 那叫做事后 那叫盘后 已经收盘了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朋友 我在今天盘前三分钟 就直接告诉大家了 直接告诉我的会员朋友了 同事没有 这地方 10点开高10点之前有没有 如果没有突破17623点 那这右关者 这几短线 中午之后 会不会有明显的背离卖压 好了今天开低 那大盘这个 地方有没有 你就要怎样 尾盘时间越要小心 空方卖压 不是吗 同事没有 自己要来思考一下 到底 你要跟着哪个老师操作 到底哪个老师看股票会准确 看大盘会准确 没有在骗你 我们操作就是这样 一步一趋 我们操作就是怎样 稳健原则 如果你想要拼想要赌 也可以啊 为什么不行 那时间到了我们再来拼嘛 现在这时间点 这时间点你每天都看到股票 就是轮涨轮动速度快 你要拼 你怎么拼 每天都设飞标 今天设一档 明天设一档 后天设一档 大后天设一档 总有一天会设对吧 对不对 但是呢 这样子 做下去是怎样 恶性循环 看一下看一下大盘 一定要看得懂啊 看不懂就怎么办 就完蛋了啊 今天我们在这个8点40分 我们今天coaching有点慢 因为我们在录影的时间 上周五美股 美股 四大指数涨跌 户界 那今天雅股开市 怎样 日航也不同掉 那在今天大盘 不管是开高或开低 基本上多头必须做这样 在10点之前要 极力的表态 否则在中午之后 交易要小心 急转线上面 被离卖压出现 投资家 我没有讲得很清楚 有没有解的很清楚 投资家 10点之前 多头要极力表态 中午之后 被离卖压 要留意 投资家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你看盘看不出来 但是我看得出来 好吧 我们看一下 今天这个说完盘 大盘的多方动能 空方动能 数值在日K线上面 请你一定要记住 空方动能 在上个礼拜是怎样 大盘 在上个礼拜 多方动能开始转强 到今天 变成空方动能开始转强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根 红圈线是怎样 多方动能开始转强 那这一根 黑圈线就怎样 空方动能开始转强 这代表是大盘 怎样 在17500点 17500点 附近 多空 交战激烈 多空 兵家必争的位置 是17500点 你必须要留意 你必须要知道 如果这行情 如果怎样 17500点 站不上去的话 日K线会怎样 多 空方动能会继续的增强啊 不是这样吗 那空方动能继续增强的话 那连带的在这个 周K线上面 多方动能在今天星期一的时候 他是怎样 强度是继续增加 但是他将增加的强度 比上个礼拜 减少了13% 所以这个行情 这个行情接下来大盘有怎样 非常不可的压力 尤其是17500点这个界线 这条线 你一定要 看清楚 记清楚 好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不多讲了 那月K线上面 只有直接 画一条线给你的 这条叫做上升趋势线 那这个周K线 就直接送你这句话了 那量价的结构 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提 我们就不说了 最后来告诉大家 海运股 怎么办 怎么处理 我知道海运股 涨到什么时候 这是什么 2021年7月6号 当时我叫你加入LINE 这个LINE 留电话我就会告诉你 7月6号 7月7号 7月8号 而且我还告诉大家海运股你会怎样 上车就要怎样 要会下车 千万不要做最后一只老鼠 到今天 海运股的股价 阳明海运怎样 已经113了 我给你的一个指标 红海的股价111了 这两间公司的股价 只差两块了 只差两块了 长龙海运呢 7块 7块越差越近了 公开每天在电视节目上面讲的人是谁 不是电视 每天都在我们影片上面讲的 是我财经护城河 和文高分析师 我就告诉你长龙海运 阳明海运 万海运 你就是要怎样 来找我 你都不相信 投资朋友 接下来 还一点点的时间 帮你重新整股 怎样 整理持股 帮你重新整理持股 让你仿拜为胜的契机 就在这个时间点 就只剩下一点点的时间 请你赶快来找我 投资上 大家的QR Code 扫描 你就可以来询问了 有任何的股票问题 投资朋友 如果你想要 需要帮忙的 一样可以来询问 我们在YouTube影片下方 都有财经护城河的股票 咨询申请表 网址 你只要点进去 就可以送出 就可以送出 现在来加入 我已经带你买进 非买不可的 这五档股票 为什么 因为 我要让你 反败为胜 希望你要把握良机 来的QR Code 扫描 就可以来询问 有任何 股票投资问题 需要帮助 需要帮忙的 一样 可以来这个 地方询问 好不好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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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